秀林乡公所在圆明文化馆办理111年的太鲁阁族歌谣祭合唱比赛 邀请了秀林乡长王玫瑰、先议员陈美莲 以及乡名代表游青龙、王泽源 还有各个村长以及校长一同到场加油打气 秀林乡长王玫瑰表示 为了采扬太鲁阁族传统文化 推动族与教学以鼓励热爱传统文化的族人们 为歌谣投入新生命 秀林乡公所推广太鲁阁族文化教育多年 其中族与教育一直是秀林乡重要的推动重心 近期也将再版太鲁阁族经典传统歌谣 每年都会协助校内的国中小学发展各项文化教育课程 就是期望能够提升秀林乡各学年龄层的文化领域以及内涵 每个学校在公所有补助各个学校在培议人才的一个计划里面 我想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个高峰期 从去年因为学校都有编列所谓的哲语老师 所以我们也停止了这样的一个补助 那我希望能够借助学校可以借助这样的一个机会 来培育我们孩子在语言以及教学方面的一个生根的一个工作 我想在这里还是要拜托各位学校来支持 来协助 因为文化的工作没有办法是由公所独当一面 就可以把事做好 他必须一定要整合所有各当各机关单位以及社区 一定要共同的合作才能够让文化的工作生根而且传承 11月26号当选的先议员成本里表示 文化传承由祖先门智慧依靠着言语歌谣 其代代相传就有每年的太鲁格族传统歌谣和唱比赛 采扬太鲁格族文化以及族语教育的推动 鼓励热爱传统文化的族人们为此诸入新生命 彼此相互学习 提借学生部位族人们学习族语的兴趣 进而永续传承太鲁格族的文化 经过一整天的竞赛之后 幼儿园齐唱地面为修林乡丽幼儿园加民主员 第二名为修林乡丽幼儿园富士分班 第三名为修林乡丽幼儿园同门分班 清唱亲子的部分 第一名为姐妹国小陈亚平 陈隆隆 第二名为家民主员金美玉 五都八蛋 第三名为同门分班古义云潘古兴 清唱个人组则是第一名富士国小吴轩云 第二名为姐妹国小李星雷 第三名冲的国小陈兆熙 团体合唱老人组的部分 第一名为山藏文件站 第二名为达基里文件站 第三名为咕噜部落 长照据典 记得继续和声音乐